我掌櫃啊 那事情是怎樣呢? 剛才我坐在這個杯子的前面 我聽蔡師傅說故事 就在說這個杯子、負星等等的東西 然後突然之間 我的肩膀呢 這個是 後面 這裡 我感覺到有件圓形的東西 它不是手指 也不是手帳 是圓形的東西碰著我 如果還有一位在那裏 好 AP 你說什麼? 怎麼了? MING PAO 聖誕老人 不是聖誕老人 我不是聖誕老人 我是聖誕年輕人 為什麼你在這裡? 聖誕節 你送聖誕禮物給我嗎? 既然被你見到我, 我有拿出來給你 是什麼? 我先找找, 好大的袋子, 只有一張紙 這就是你的聖誕禮物 什麼? AP Life? 沒錯, 這就是SapsaVivian的推廣 這就是防止網絡病毒和無國界上網的… 不是, 在無國界看Netflix 在無國界看Netflix SapsaVivian 沒錯, 有了POMOKE 你就可以在下面的連結, 按進去, 入輸入版 你就會得到一個超級一維移 現在用, 反正還有這個 我三個月送給你, 還有一個月的免費 OMG, 恭喜你, 聖誕老人 我是聖誕年輕人 聖誕年輕人, 那我想問一下 你們有三個是甚麼人? 那三個是我同事 他們在走進來? 是, 我現在準備救他們 好啊, 太遠了, 我看不到 大家好, 我是AP 現在氣溫只有9度, 我就在清水灣 不知道是甚麼停車場的位置 我想說, 這刻我也跟你說了 香港最恐怖, 最可怕, 最猛的地方 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停車場的對面 前面, 我想說, 這個位置真的很厲害 為甚麼這麼厲害呢? 我要先保持一下情緒 因為剛剛是12時4時, 凌晨 我就中了恐怖在線 那個位置就是南摩尼陀佛碑 我們檢查過, 好像是 就是, 之前副星先生 很多年前撞車, 而建立在那個位置 剛剛我們就在靈探 就問一下, 是否副星先生 但是沉龍赤就說, 不是 但早點的時候, 我們問過巴士司機 巴士司機就說, 是因為副星先生的事而起 撲索迷你, 不知道是哪個真是哪個假 但是我覺得, 這刻 這些所有的資訊性, 都不是甚麼重點 我想說, 我長鬼啊 那事情是怎樣呢? 剛才我坐在這個碑的前面 我在聽蔡師傅說故事 就在說這個碑, 副星等等的東西 然後突然之間, 我的肩膀 這個位置, 後面 這裡 我感覺到有一個圓形的東西 它不是手指, 也不是手帳 是圓形的東西碰著我 但是一碰那一下, 我就覺得, 咦? 為甚麼有些東西 然後下一秒都沒有 在說零點幾秒, 它推了我一下 我整個左邊肩膀是 這樣向前了一下 我拍了四年半零彈 我從來沒有感覺過這種的力量 完全是...很實體 超級crazy 完全是有一樣東西是實體攻擊你 是完全瘋了 難以理解, 我真的解釋不到這件事 所以我真的要留在這裡, 去拍片 我試過給東西卡, 我試過給東西蚊子 但從來沒有試過有東西推我 剛直播的時候, 也有些觀眾提出一個好的點 嘩, 如果他推你出馬路, 那你怎麼辦? 嘩, 那條路很窄 但是呢, 幸好的是, 他是向裡面推 不是向馬路外推 所以我覺得是安全的 我們過去現場給大家看看 剛才我就是這樣走過來 前面有巴士中站 剛才我也問了美班車司機 關於這裡的故事 他也實行測試, 這個是附星的紀念碑 也有一個小蛙司機 叫做阿姆 好像是3009的車牌 如果我忘記錯 他就說他很神心 每天都會在這裡裝香等等 因為碑的前面 有很多香 也有些細油 還有一個很奇怪的 一對觀音雕像的手 哎, 就在對面了 嘩, 非常緊張 非常開心 我們安全地過往路 哎, 我回來了 不好意思, 打擾了 剛才的朋友 嘩, 真是要記錄一下 對不起 我是第一次被靈體或山精推 真是打擾了, 真是不好意思 好, 剛才呢, 我就在這個位置 這個桌子下面 我就坐在那裡 然後我就看著這個南無奈陀佛的碑 不如我坐一次給大家看看 我再示範一次剛才的情況 剛才我坐在那裡 我就看著電話 然後拍著這個南無奈陀佛碑 然後呢 我的左邊這個位置 突然間有樣東西 這樣 推一推 然後我聽到左邊這個位置 有樹葉聲 這個位置 然後我就 看一看 然後立刻起床 就說粗口 但我想說呢 這個位置是沒有樹葉的 這刻 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經吹奏了 但剛才我看的時候 也是沒有樹葉的 我現在細絲極紅 我想回頭 會不會其實是 推完火之後 它走開 所以地上有些樹葉聲 或者有東西 踢到東西 踢到東西的聲音 近距離給大家看一下 摸了圖物碑 有兩隻手 有裝香 有西柚 剛才我也裝了香 我真的要從全世界說 因為我身為Youtuber 覺得是要分享 覺得很有趣的 要分享 這次真的要分享 我真的沒試過這麼厲害 真的很想馬上跟全世界說 我現在拍片 我拍完片 之後想馬上回家剪片 明天就出這條片 誇張 很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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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在這個位置 再試一次靈魂盒子 請問剛才是否有山精 或者靈體推我 如果有的 你可不可以推我一次呢 OK 沒有聲音了 我覺得今天解釋這件事 就是這麼簡單 純粹舒服我感受 這些才是真正的靈探 不是跟你說 環境有多恐怖 不是跟你說 這裡有什麼鬼故 是我真真實實 發生了一些很奇怪 很靈異事件 我再起身 再跟大家說一下 我現在站在這個位置 如果再有人推我 我就出馬路了 但我也在這個位置 去結尾算了 大家如果熟悉我 知道我拍了這麼久的靈探 我是不會做假人 如果是做的話 都是我自己的頻道做 我沒理由恐怖就在那邊做 如果我做假 其實很容易 我隨便跟你說 我剛剛被鬼搞 我剛剛見到鬼頭飛過 或者瘋瘋瘋瘋瘋 地下 但我不會這樣做 我要真實的 所以我特意在這個位置 一定要拍照片 跟你說 如果你碰過 你有明白我說什麼 我現在終於明白 為什麼這麼多朋友 經常跟我說 我被鬼推出馬路 搞到撞車等等 原來是真的 真的誇張 好 我覺得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有這個位置 多點資訊 多點資料 鬼故等等 歡迎留言分享 大家記得訂閱、讚、分享、留言 還有追蹤 Instagram Facebook 還有Patreon 好 我們很快在YouTube上見 謝謝 拜拜 我的印象是應該立了十年不久 其實他們每年1月1日 就抬燒豬來拜神 停車場 在泳灘 那些救生員通通都認識 那時候有人經常在泳灘 有個山寶人 偷人家的車士上來 掃地姐姐也知道 很有親切感 同意RGB榮友 和救生員 他們每年1月1日就拜 即是今年會 下個月 對 就會抬燒豬 這個杯 其實這樣說 就和復燒沒有關係 因為只有十年都沒有 沒有一定沒有關係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